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敏感的經驗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是沒有敏感的 大致從一兩年之前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有敏感 但敏感有很多種原因 有機會是吃錯東西 例如吃了海鮮、魚、奶類、蝦類的產品 或者是衣服太緊、天氣轉變等等 因為我家就有個外場裝修 然後就不斷打貼 我就發覺眼睛已經腫腫了 我整整臉都腫了 我的眼睛已經不太看到東西了 我那時候真的很害怕、很擔心 在當下開始 我就覺得自己一定要跟著這個問題 前後就試了中醫、西醫 在西醫方面我覺得是治標不治本的 當刻可能真的指了你的敏感 但始終不是倒絕了 然後我就嘗試中醫 中醫調理的方法 我覺得一開始都見效 但當我停止了中藥的時候 始終敏感之後都慢慢復發 我一直都找到一個產品 是可以幫我根治敏感的來源 之後我就上網看到很多案例說 試過用益生菌可以解決到敏感 但我始終都覺得都不是很可靠 我腦裡都充滿了很多疑惑 怎會真是真的? 這麼簡單就搞定 哪有可能 幸好我最後都半信半疑地試了這隻 王朝的益生菌 為什麼會說很幸運 又試到呢? 因為我一直吃了一個半月 中間是真的沒有復發到的 你看看 我現在真的完全沒有紅沒有種 簡直是沖熱水涼都沒有問題 所以說如果你都像我一樣 經常敏感的朋友 一定要留意著 王朝益生菌 有了長度健康和增強免疫力 對付很多皮膚餅 或者敏感 例如山峰爛 濕疹都很有幫助 記得like和share 王朝的雞精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下家裡的鈴鐺 你就不會忘記了第一手的健康資訊 按下 按下